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三方合作 推出了内科南软双元巴士 串联内湖科技园区及南港软体园区 期盼能疏解内湖的交通 内湖科技园区的交通问题一直是市政难题 北市府协同内科协会以及公车业者 开辟新的内科到南港软体园区的路线 市长蒋安出席通车典礼 但借此降低两地之间的车流量 我们全台湾第一个民间投资的都市计划的典范 我想每一年所创造的产值不断的攀升 所以未来产业的发展 内科结合南软 以及我们未来北市的绝对是重中之重 我们致力打造一个科技老大 所以这边不只是汇聚非常多的科技产业 我想未来我们相关的投资也会不断的涌入 包括去年台硕总部的进驻 以及威刚总部大楼的落成启用 再加上上个月我们完成内部区谈美段和伟创的提倡权标准的签约仪式 我想我们不管是大力的招商 吸引投资推动产业发展 都有具体的成果 那当然除了让产业蓬勃发展 打造科技朗带 经济能够全面提升 更重要 我们如何打造一个优质的产业发展环境 能够让这边工作上班 推动产业发展的很多民众 能够享受优质的体验 我想这也是我们重要的政策方向 所以内科的交通如何改善 一直使我们施政的重中之重 我上任一周内 我就到内科来实际视察 了解整个问题状况 所以也成立了辅结专业小组 拟定了短中长期的计划 包含一开始路口进空增加建景率 另外我们透过很多路行工程的改善 不管是对光路353项 左指道的规划 另外包括杂道的建设 以及大家关心捷运工环段的新建进度 目前也已经完成的西部设计正在招标 我们希望预计在年底可以正式的动工 我想总总这些我们都不断的努力 我们认为我们要找方法 所以目前我们平均昏风时段相关通勤的时间 已经下降了6%到13% 有具体成果 但我们认为还要再努力 我相信最近有来内部的 都会感觉到交通切实改善 尤其于我们内科媒体企业很多 我相信他们一定在跑新闻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体验得到 内科交通 我说实在 因为我也是在内科里面 我每天看着交通 我可以看到彩虹桨 所以我很明显的感觉到 内科的交通真的改变 这个我要特别感谢 我们蒋花安市长在 这一年都来带领了事务团队 也跟我们内科开购物素质的 会议我们所得到的结果 那今天参严的巴塞来行为 开通开车 今天看到各位汽车的 那个大老板都来了 就代表非常重视 我相信这一条内科跟蓝卵的 同车行为巴塞 我相信一定会舒暖的 让内科的交通更顺畅 内科协会一直是 台北市政府跟我们企业代表的桥梁 其实我们从一接任来 我们就对内科的交通 我们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鼓励企业 来做ESG利益师的计划 也鼓励企业 来鼓励银工 我们来检探存者的一个方式 我们募集已经募集到100多家 讲完直言 内科交通要能够彻底解决并不容易 但目前也确实出现了具体成效 交通局每周监测 观察到目前平均可以让通勤时间缩短 降低至6%到13% 会持续推动短中长期计划 所以包括我们甚至 对于捷运车厢的改造 或短班距 希望提高整个承载量 来缓解尖峰时段 通勤民众他们的压力 等等这些 我们都不断地在推出 包含今天的双员公车 我们也是经过 事前的问卷调查 走访企业 以及供运处 透过我们之间 公车旅士的大数据分析 了解到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我想平均每天有1700人士 不只是有空情的需求 还有园区内外业务交流的需要 所以我们这次规划路线 也是采用跳蛙公车的路线 可以透过APP 事先预议 另外我们也提供相关的诱营 包括结合台北市内的公车路线 我们有双向转程半价的优惠 另外我们也谢谢优卡公司 我们把这一次双员公车 纳入到我的减碳存值方案里 也就是所有的民众通勤族 每天搭乘 我们的双员公车 可以累积公里数 换算成我们每天减少的碳排放 就会有优惠好理 所以我们很高兴 也很感谢我们内科协会 我们公车业者 大家共同的享用 结合市府 我们三方的努力 可以让双员公车今天正式上路 当然也要谢谢 我们辛苦的业者伙伴 大家共同努力 提供优质的服务 让所有的通勤民众 享受优质的体验 北市府透过公车业者的刷卡数据 问卷并实地走访 200多家内科及南软企业 发现每日会有约1700人次 会在两地亡伴 因此结合了10家公车业者 共同开辟新路线 未来也会是营运状况 弹性调整公车路线 记者问卷台北报道 在南港区育成里长黄聪志的后周下 第一届南港杯国小羽球赛 在南港运动中心的场容 吸引了近百位爱好羽球的国小学童 组队报名参赛 两队选手奋力挥拍 有来游往互不相让 这是南港杯国小羽球赛现场 吸引了近百位爱好羽球的国小学童 组队报名参加 发起这项比赛活动的 南港区里长联会会长 育成里长黄聪志希望 推广社区活动 发展全民体育 也在暑假期间 鼓励小朋友多多运动 我们希望社区也是形成一个 推广活动的轴带 有任何社区活动 大家一起来 今天来到现在也是 所有的我们这个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 赞助单位都有来到现场 乐于看到社区 全发展推广全民体育 大家每个人都锻炼 强健的离破 我们这次小学的中年级跟高年级组 是第一次 是第一届 往后会陆续推广下去 刚刚讲的三岁山篮球 去年10月是第一届 然后南港区 这边都有一些体育的赛事 会陆续推广下去 所次举办的南港杯国小羽球赛 也不得南港区体育会及台北科大 市职会等单位的支持与肯定 我们体育会 当来一定是全力来协助 也感谢我们房地长这么用心 在旅社区的机场活动 这么用心帮小旺帮活动 这是我们体育会 应该协助房地长做的事情 尤其由家族发起 已经迈入第52届 吸引近5000人 共22国选手参加了知名羽球比赛 清晨碑的台北科大市职会常务监事 吴俊雄更大力赞助 因为他认为 羽球运动不分年龄都可参与 更有助家庭和乐 值得大力倡导 羽球运动带给我们国人 从小学生到年纪90几岁 都可以来打 对家庭来讲也是一个很和乐的运动 所以我们需要大力来倡导 不仅提供比赛场地 更协助促成南港被国小羽球赛开打 南港运动中心方面也期盼 与社区深化合作 鼓励市民不分年龄 一起让运动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运动中心就是以在地的居民为主 还有外面的一些民众 那当然我们要推广我们南港区 其实多办理活动 让民众知道这边的一个场地 然后多多来参与 然后也来协助台北市的市长 蒋万安市长这边来推很多的一个运动政策 感觉上好像运动中心 只是一个硬体的建筑物 但是事实上 我们也是一个软体的服务 我们不仅是欢迎大家进来购票运动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方式 能够让运动在你的生活中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形态 让你在生活中忘不了运动 运动也不会遗弃你 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南港区的里民 区民大家一起来南港运动中心运动 抽空前来为小选手加油打气的 立法人李燕秀则表示 为了提供台北市民足够的运动场地 他计划与热爱运动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 在每个行政区催生第二座运动中心 其中内湖区方面已经有规划基地 南港区也正在评估几个合适地点 过去当市议员的时候 也跟蒋万安市长做过沟通 也希望每一区能够有第二座运动中心 现在一区一所运动中心 是马一九当时担任市长的时候推动的 那我觉得运动风气越来越兴盛 我们也希望每一区公有的土地 应该想办法我们赶快来找基地 来推动第二运动中心 那目前其实内务区已经有基地了 那南港区其实我也跟李四川副长沟通了几个地点 我们也希望推动运动中心 能够让运动的人口更多 经过激烈的竞赛 四组中高年级男双女双的冠军队纷纷出炉 主办的玉城里长黄冲之表示 未来将持续举办南港杯国小羽球赛 希望让羽球运动向下扎根 也让参加选手与陪同家长 享受夏日亲子美好时光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根据内政部111年的资料统计显示 台北市的平均寿命为83.75岁 高出全国平均3.91岁 是全国最长寿的城市 台北市卫生局携手势力联合医院 推广慢性病防治活动及成人预防保健外 再加码六项检查 3 2 1 请起到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卫生局长陈燕源 以及医事团体代表拉开彩带 宣布113年慢性病防治系列活动 正式开跑 为维护市民健康及强化健康行为养成 今年卫生局携手势力联合医院 共同推动成人预防保健 另外再加码市民六项健康检查 照顾市民健康 112年我们有做过一个调查 全国十大死因当中有七项都是慢性病 那已经成年52年十大死因的防守第一名还是癌症 所以怎么样透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能够来确保民众的生命健康 我想这就是变成我们各项政策推动非常重要的一环 年满40岁就可以享受三年一次的免费成人健检 我们会提供六项免费的检查项目 而这六项里面包含包括尿酸 包含其他可能检测出糖尿病 肾脏癌等各项的检测项目 我们就是希望提供这样的免费检测 让民众可以了解或是及早知道身体的状况 如果有问题有需要提供治疗 马上发现马上给予协助 所以我想这项的六项免费的检测 确实可以在更多项目上面来确保民众的健康安全 卫生局长陈彦元表示 三高疾病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 民众较不易察觉容易忽略前肠的风险 目前国舰署提供年满40岁以上民众 每三年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透过定期检测早期发现 可大幅降低慢性病带来的危害 艺人高伊林也鼓励没有接受检查的民众 一定要多加利用 市政府有提供这样很棒的健康检查 年龄范围之内的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加入 健检的部分 现在因为国民的普遍的健康是在提升 所以接受检检的比例也逐渐在增加 而且各医院现在都逐渐的把两天一夜 等等这种健康检查的模式 安排成一天内就可以做完 在流程上都已经相当的顺畅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这个所谓的成人健检 它其实已经都安排好了 就是说现在跟我们卫生局 跟在合作的医院 那已经把这些流程都优化得很好 那也就是前一天之前要去跟医疗院署预约 预约完之后前一天开始要空腹8小时 那隔天就可以带着你的健康卡跟身份证 然后就到医疗院署抽个血验个尿就结束了 凡涉及台北市40至64岁市民 符合检查资格者 10月底前至市立联合医院 接受成人健检 可免费享有尿素蛋 尿酸 糖化血色素 全血细胞技术 甲状腺刺激素 及CA199肿瘤标记等 六项价值约1000元的加码补助项目 另外12月31日前 参与台北健康养成剂相关活动 就可以参加抽奖 总奖项超过35万元 参与活动越多 中奖机会越大 民众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高达九成的上班族不满意 目前的薪资创下了六年来的新高 上班族最期盼政府能解决三大痛点 包括了长期薪资停滞不涨 抑制国内过高的房价房租 以及不断上升的物价电价 35岁的颜先生协助家中窗帘装潢工作 月薪指领最低基本工资 为了增加收入也身兼多份工作 包括跑外送及保险经纪人 希望尽量开园 至少要能养得起自己 虽然我住在家里嘛 然后不用付房租 可是每个月还要给家里钱 然后再加上三餐在外面吃 然后因为我做外送 那个车子一个月就要花了 大概六七千保养 然后每天加油 这样子一个月一万美了 然后还有就是娱乐费嘛 对 然后加加减减的话 就是如果只做一份工作的话 其实是蛮不够用的 就是因为我常常吃外食嘛 然后便当原本 排骨便当85 然后慢慢变成90 95 甚至有一些会到100 对 就其实蛮有感 物价一直在上涨的 基本上我装潢是跟家里做 所以基本公司这一块 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然后外送这一块 也是看一单多少钱 也跟基本公司没有影响 然后保险也是 卖什么样的保单 有不一样的佣金 对 那其实这三个工作 都基本上跟那个基本公司 调不调早没有太大的关系 鼎大一夜的林先生 现年40岁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 常年都只能做 劳力性质的工作 月薪就是基本公司 27,470元 但扣除劳健保后 实领26,400元 林先生感叹 通膨下钱 真的是越来越薄 更早之前我做过的 还有就是物流 那常处 那因为我退伍之后 本来是有打算 要从大学 把学历补回来这一块 但是因为家里突然发生变故 所以这块一直没有补回来 所以变成照我 当时刚好退伍之后 是遇到金融海啸的时候 还有当时我也生病 那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 那再重新返回职场的时候 已经是30 那本身也没有什么专场 那其实越到过这个年纪 一样的工作的话 一般的公司会 当然我愿意花时间挑年轻人 因为体力也比较好 那可塑性也比较高 所以那因为什么 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所以也做过餐饮业 那副常务员 那仓储跟物流是占我最多时间的 那其实说实话 这个东西 这份工作基本上就是二不死 但你真的要存钱是非常困难的 有时候公司并没有很稳定 档期的时候货就很多 低档的时候就很少 那你长期下来没办法稳定规划的存钱 那你的身体的状况 也没办法长期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下 去做任何后续的规划 所以其实赚下来的钱 我觉得大概好像蛮多 要交给医疗费 就是这样子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 有82.7%的上班族 认同调高基本工资 认为有助于保障弱势劳工及打工族 但同时也担心引起负面效应 公布像我们这次的调查结果 那根据我们调查显示呢 有超过8成3的上班族 是肯定调高基本工资 对于保障弱势族群 或是打工族的权益 但同时他们也会担心 会造成反面的效应 比如说因为调高基本工资 结果导致物价上涨 让他们的生活成本变高 那或者是呢 因为调高基本工资 让这个企业的获利被压缩 因此排挤到自己加薪的机会 以及企业为了节省开支 可能会欲缺不补 让自己的工作量增加 那根据我们调查显示 有9成以上的上班族 觉得对于自己的薪资 是不太满意的 那他们希望政府 可以帮忙解决的薪资痛点 排名第一的呢 就是长期薪资停滞不前 再来是希望可以政府帮忙 抑制过高的房价房租 以及电价跟物价 虽然呢主计总处 预计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是会成长超过3%的 然后另外呢 我们的景气灯号也是转好 但是其实我们目前的景气状况 大部分呢 是集中在科技业 还有金融业的部分 所以呢 其他产业的人可能会觉得 自己没有享受到 经济成长的红利 但是却必须要共同负担物价 还有通膨成长的结果 调高基本工资 保障到的是我们比较基层 或是比较弱势族群 或是打工族的权益 那对于大部分的小资族 他的薪水可能高于 基本工资一些些 但是又处于长期停滞 没有被调涨的这个族群的人 他们确实会感受到物价的夹杀 还有薪资不涨的这个双重打击 曾仲威表示 对于更多领着略高于基本工资 但薪水又上不去的小资族而言 在薪资停滞及通货膨胀双面夹杀下 期盼立法规范获利企业 必须提拨年度盈余一定比例 用来帮助员工加薪 才能逐渐走出国内薪资 长期停滞的窘境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为了要协助单身朋友 顺利找到幸福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宣布台北恋爱小学堂下半学年度 从7月28号起 将举办25场次的主题联谊活动 台北市长角威与民政局长陈永德等人 一起体验联谊互动游戏 结果第一次就成功 角威也透露自己第一次参加联谊 是在高中时期 联谊的对象则是中山女高 我那时候念建中 然后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联谊 是跟中山女高 台北市中山女高联谊 那大家也知道联谊 不是就结束 联谊活动完 还有很多后续的联系 但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这边要震动澄清 这个我参加联谊活动 只是当绿叶当配角 为了协助单身朋友扩展交友圈 顺利找到幸福 台北市长角威丸扮演爱神丘匹特 涉剑宣布台北爱情小学堂正式开学 从7月28号起将举办25场次 包含摇摆舞 花艺 烹饪 甚至还有密室逃脱等多元主题联谊活动 呼吁单身朋友把握机会赶紧报名 让大家能够在很轻松这样子相互交流 然后比如说花艺跟烹饪的过程 大家可以谈谈心 然后共同的目标 然后做吃一顿很好吃的美食 然后彼此认识 我想还有很多户外相关的活动 都可以大家一起参与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联谊活动 让很多单身男女彼此更认识 然后就像 雪豪跟善真一样 可以结尾联礼 所以我们有25场次 那每一场次大概是40人 我们不会太多 但刚刚好 所以预计大概有一千人左右 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尽量的参与共枪盛举 已经是三宝爸的蒋娃安熟练的抱起小宝宝 这位小龙女是王选豪及许善真夫妇爱的结晶 两人也是透过台北市内湖区公所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相似相恋 进而走上红毯的另一端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呢 我们其实在大安那一场的联谊活动也有相遇过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的有缘分 这样子 我们当时参加联谊活动的时候也是很腼腆害羞的 幸好工作人员都很友善 而且活动也蛮有趣的 记得当时主持人是用小游戏来破冰 然后我们换桌聊天 最后我们进行户外的活动 整体的这个联谊的规划活动呢 都非常的多元有趣 所以让我们很享受 而且很喜欢整个的联谊 甲万也宣布另一小好消息 很受好评的台北市联合婚礼 将在9月8号在南港展览馆登场 为了鼓励新人踊跃参加 台北市政府也推出住婚好礼三部曲 除了参加者有机会抽中最大奖 马尔蒂夫蜜月旅行外 多家家电厂商也热情赞助多项使用家电 只要参加新人在婚礼一年内怀孕 还会在宋上除鱼鸡等家电好礼 还有参加北市府今年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并在一年内结婚的新人 还加码自证电子锅等结婚好礼 我们都非常欢迎年轻的朋友 参加我们的单身联谊活动 认识彼此交朋友 下一步参加我们的联合婚礼 然后成立小家庭生可爱的baby 一年内如果步上红毯 三个阶段我们都欢迎大家 一起来参加一起响应 北市府方面表示联合婚礼及日期开放报名到7月11号为止 才线上报名限额80对而满为止 只要在台北市涉及或就学就业的准薪人都可以报名参加 北市府期盼透过各项措施给年轻人成家育儿最实际的支持 打造台北市成为年轻人怨婚乐生安心养的幸福城市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教育博览会7月2号3号两天在花博珍宴馆登场 教育局以去年推出教育白皮书十大好学政策为主题 设立了十大特色展区 邀请民众亲身体验 两年一度的台北教育博览会7月2号3号两天在花博珍宴馆登场 教育局以去年推出的教育白皮书十大好学政策为主题 设立十大特色展区 包含自主学、跨育学、健康学、实践学、创新学、幸福学、乐龄学、共荣学、永续学、全球学等 呈现北市教育的亮眼成果 我们除了呈现出我们的亮丽的成果 也在告知整个我们台北教育的一个趋势 大家可以再经过这样一个博览会 我们每人提升我们的教育视野 大家都知道去年当局长带着之下 就重新也呈现了所谓的教育白皮书 那今天我们就扣了白皮书这么十大好学 内容包括了有友善又保 包括了有我们的世性教育 有我们的自主学习 有我们的人文校园 有我们的永续环境 也会有我们的体育发展 也包括了我们的科技跟技职教育 还有我们的国际双语教育 以及还有我们的乐龄共学 所以这些呢 包括在我们十大好学的范围之内 副市长林一华也到十大特色展区进行体验活动 透过每个展区的呈现 让大家看见不同的教育面向 同时学生可以展示学习成果 老师也可以将展览呈现的内容 带入教育现场教学 我们现在是求学的单位 然后我们主题是AI创意家 所以其实我们设计了28个国家的主题人物 还有28个国家的亮点 然后首先比如说像这个呢 大家猜猜看它是什么人物 那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对它是埃及人 我们可以看一下埃及的配对是金字塔 法老王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一张呢 OK是埃及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玩AI创意家的AI游戏 我们会利用这个网页 我们扫QR Code之后会进来这个动画的网页 然后这个动画网页呢 它可以直接扫平面的静态的照片 然后扫完照片之后 它会直接抓那个人体的动态 然后它把骨架还有表情都抓到之后 你只要按下面的动作 然后它就可以改变它的动作 然后变成在跳舞或者是在走路 或者是做各种滑稽的样子 那这个其实平常如果用画图的方式 也可以做得到这个动画 只要小朋友自己在家 然后用手绘的部分 然后去画 然后画出比较明显的四肢 然后五官 然后它扫到这个软体里面之后 它会自动抓取它的骨架 然后就可以自动生成这个动画的样子 其实用AI的教育方式 主要是首先 当然在知识配对上 它比较类似国家的桌游 可是对AI教育来讲 应该是说我们让孩子知道 从平面转化成动画 基本上因为AI的关系 科技发展的关系 现在只需要几个按钮 它就可以很快速的 把往以前的 就是很复杂的动画过程 把它很快速的展遍出来 而且重点是 它可以传给自己 变成一个影音档 而这个影音档可以后制成为 更长的小短片 或者是更长的电影制作都可以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叫做 非牛顿流体的东西 然后它是典型的 就是吃软不吃硬 像这样子你用力的锤它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点像固体 但是当你轻轻的 它就会有点变成液体的感觉 那它这个东西的原理的话 是因为当你用力的时候 它表面会受到一些冲击 然后就会形成一个保护 让它变成一个固体的东西 因为至少有十字以上 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 玉米淀粉它调配的比例 好像每次都不太一样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它不同的容器 它的底面积 就是你的粉加水倒进去之后 厚度会不一样 所以说就会形成一个 没有办法就是形成非牛顿流体 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 副市长林一华表示 近年来台北市教育 在国内外评比都获得优秀成绩 教育绝对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是培养未来世代的关键 也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包括我们2023到2024 在英国我们有个经济学人智库 我们在全球的宜居城市里面 台北市继续得到什么 教育的满分 有没有厉害 给自己掌声一下吧 这掌声是给各位的 第二个呢 我们在一样远见杂志 在去年我们也有各县市的一个 我们叫总体跟永续竞争力的调查 教育跟文化面向 台北市一样是第一名 再来来讲一个天下杂志 永续幸福城市大调查 一样的在文教面向 我们大概也是第几名 大概是第一名了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报告就是 教育绝对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因为呢它就是我们培养未来世代的关键 它不只是成就每一个孩子 也是让我们整个市 整个台湾面向世界接轨国际 很重要的一个发展 跟我们的来源 台北教育博览会将进行到 7月3号下午4点 现场还有闯关抽奖活动 7月3号下午1点 主舞台将举行双鱼论坛 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参加 感受台北的教育魅力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 特别举办大型用户座谈会 邀请百货商场 医院及商业大楼等类型的用户参加 希望让用户了解 如何将尖峰时段设备用电 移转到单价较低的离峰时间 以达到节能效果减少电费支出 获得经济部节能标杆奖 肯定的核库银行代表张冲一协理 说明核库如何利用调整通调时间 设定电梯节能与推广太阳能分行等做法 达到节能成效 这里是台北市区营业处 举办的大用户座谈会 为了达到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 国内太阳光电大幅增加 电力系统的尖峰也从白天移到晚上 台电方面也依据负载形态的改变 调整时间电价的尖离峰时间带 因此台电北市区营业处 特别邀请商办大楼 百货餐饮旅馆及医院等业者出席 希望在4月电价调整后 能协助这些用电大户 透过聪明节电达成省电节费的效果 如同大家所知道 今年电价在上半年有调整 那现在6月1号开始进入夏季电价 那这一两年台湾的这个用电在转型 夜间封的这个用电比例 单价已经是尖峰电价 那这样的电价结构的调整 对于我们台北市 特别是服务业 这些百货旅馆业 是让电价对南马上讲是一个很大的支出 那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 引导用户如果透过节约用电 用电行为的改变 那透过专家的一些专业的指导 跟大家一起研讨 那希望说还是能够聪明用电 用电量不变的话 那电价就移转到非尖峰时期 也就是夜间移转一些 然后呢 电价获得相当程度的这个节省 台电北市区营业处方面 也分享几个节电方法 包括在离风时间开启空调预论 与调整抽水马达运作时间等 只要有效移转并降低在尖峰时段用电 就能达成节电省钱效果 那因为现在的那个 新间离风时间电价 那尖峰的电价 跟尖离风的这个价差是越来越高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台电公司 那也一直在拜访辅导用户 希望引导用户 在尖峰的时候少用电 离风时钟多用电 那包括就是说 如果之间是制造业的用户的话 他也去调整他的产程 到离风时间来做生产 那如果是一般的商办或是服务业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会建议用户说 可以在离风时间进行空调的预论 那在尖峰的时候呢 就是把那个空调的温度调高 那在尖峰的时候呢 这个用电就可以有效的节省 或者是呢 像有些 比如说抽水的设备 然后可以用时空开关 然后在离风的时间来打水 那减少在尖峰时间打水 那这些 其实就是积少成多 让用户 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 在尖峰时间呢 减少用电 那第一个对我们系统有帮助 那对用户来讲 那他们的电费也可以有效的节省 台电北市区处方面预计 6月13号将再举办第二场大用户座谈会 希望能让更多用电大户了解 抑制压低夜间风用电的重要性 一起聪明用电 节能省钱 创造三营 记者张奇珍 台北报道 由影视公司制作的 黑水沟传奇 郑王赴台桌游 以郑成功勇闯黑水沟 登陆台湾 驱逐荷兰人的故事为背景 透过游戏扮演不同角色 来认识台湾的历史 黑水沟传奇 郑王赴台桌游 是一款结合电玩娱乐的 原创设计桌游 将影视IP 黑水沟传奇 郑王赴台的故事 及历史事件当作背景 透过玩中学的游戏通关过程 从游戏扮演的角色 多面向思考解读 考验玩家的应变战略 与决策能力 那我们今天呢 来到这个活动现场呢 就是要透过呢 影视IP去传承台湾的历史 公益文化教育意义 结合意志教学 预造娱乐的游戏 然后跨界合作 以IP的经营方式 去把台湾的原生故事 行销到全世界 那希望呢 透过这样子日式动漫风 可以跟青年互动 把影视进军到 全世界的一个理想的梦想 为了行销台湾原生故事 影视公司受邀参与 历史人物变装秀嘉年华 与民众互动 并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 日式动漫风跨界合作 将故事角色IP化 拉近与民众距离 那我过去的学生时代就已经在创作 原名神话系列已经 很多年的时间 在深根研究十六组的一个故事背景 那透过了这次的一个题材故事 更能够看到台湾更多的面向 不管从这个落地台湾的故事 以及如何合作 曲感 以及让这个台湾的能够今天更好的日子 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题材创作 那这次又透过了IP化 然后呢 影视化 甚至桌游的体验 让更多人民 更多的国际的 观众都可以来了解这个文化背景的意义 然后也透过授权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未来不只是影视 然后周边产品 或者是很多的空间展览 都是会陆续会与大家分享 也请大家敬请期待哦 黑水沟传奇2021年 获得文化部补助前导片 这款桌游传承了 郑成功勇闯黑水沟开台故事 兼具娱乐及教育效果 也激励青年创业者 要像鲜明一样 具有勇往直前冒险犯难的精神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金融市政府文化观光局 金融市政府文化观光局 海景的人文艺术空间 画面上是正宾渔港全新的观光景点开幕现场 由基隆市PD5协会跟武士能街舞团队的精彩表演揭开序幕 让全场看得目不转睛 市长谢国良跟文官局长江廷梅 而少处长林立禅 纵发处长郭宪平 及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 还有基隆港务公司总经理高传凯 市议员曾宜芳等贵宾 出席见证这个欢喜时刻 期许透过创新活化 让基隆成为更有魅力的观光城市 市长谢国良跟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开箱现场 第一次体验DIY挂尔咖啡 相当有趣 我们的正兵渔会这一代 将是未来基隆市很重要的一个观光郎带 所以我们今天在正兵派出所新增了 我们的一个国产的游戏 雷亚游戏的一个Demo 2的一个授权的一个咖啡文创空间 那未来呢 这边大家可以享受到这种游戏的氛围 然后在顶楼也有无敌的海景 那在这边也可以看到整个咖啡烘焙的整个过程 跟喝上一杯非常美味的咖啡 那这边也有展演空间 可以给各类的艺文朋友来办活动使用 相信会让来看美丽公车亭及美丽彩色屋的观光民众 更多一个消费跟这个享受的基隆美景的一个地点的一个选择 其实呢因为基隆这边咖啡文化非常的盛行 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在整个展演空间里面 我们在一楼呢就有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咖啡的工作坊 那包含呢就是这一整栋 我们可以看到港景之外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共创空间 然后可以来举办讲座或是课程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阅读的休憩区 大家也可以在这边欣赏这个书籍 然后可以稍微让自己缓一下 可以稍微这个思考一下人生 所以其实这整栋呢 你可以一边看着这个Demo2的一个游戏场景 然后同时在整栋的这个每一层 都有不同的一个规划可以来体验 这样子让来看山看海的观光客 在实际上也有地方可以消费 增加我们的收入 增加我们的就业 所以这一次很荣幸来到我们的 郑冰的这个文创咖啡空间的一个开幕 希望我们一起继续打造基隆市 有更多好的亮点 透过市长亲自开箱这个 由旧建筑活化的文化观光亮点 增加曝光度之外 也邀请更多的游客来体会郑冰观光朗带 让郑冰渔港更加的好吃好玩好看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而这一间新开的咖啡店 前身是旧的郑冰派出所 由在地咖啡达人进驻经营 午餐楼建筑导入复合式经营模式 结合咖啡一文和手作体验 成为新的热门打卡景点 由旧郑冰派出所全新打造而成的郑冰咖啡店 成为正边渔港新的打卡景点 五层楼的空间 加上顶楼的无敌海景 开幕现场 吸引许多府会贵宾和咖啡同好 齐聚祝贺 进驻经营团队 是基隆在地知名的阿信咖啡 全新的经营模式 结合咖啡、艺文和手作体验 打造深度的文化观光体验 因为我经常在产地、在社团 有经营很多咖啡的活动 所以我希望借这个场域 就是我们一楼做一个烘豆的工作坊 然后让民众可以来体验烘豆 我们这边也办了很多的教学活动 包括插花、亲子 比如说和谐粉彩 然后很多创业的课程 然后咖啡里面有拉花、有手冲 然后有烘焙等等 那希望借由这些课程 然后跟外縣市的一些好朋友 来一些共襄盛举 来交流这样子 然后我们二楼的部分 就是我们也有阿坤斯的画作 然后我们的咖啡吧台 那我们都是使用开放式的吧台 有机会我们也会让民众来使用这样子 好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个天空非常蓝 然后看到我们的整个和平岛的港边 真的非常的浪漫 所以 因为正宾咖啡跟Demo2这个展 它其实结合了艺术、人文 还有咖啡的专业 还有一些课程的一些办理 其实它是一个很多元性的一间店 所以 一方在这边也邀请各位视频朋友 还有那个外縣市的好朋友 有空可以再多来正宾渔岗走一走 一样也要拜访我们正宾咖啡店 那三楼的部分 我们除了图书之外 我们有游戏公司Demo2的连结 对有灯箱 然后有他们的五框画作 对那四楼的部分 我们就是我们的教学空间 对那五楼的部分 我们跟在地艺术家 或是我们大学或是高中的美术班合作 让他们的画作可以曝光 可以交流这样子 五楼的艺文展览空间 目前特别邀请在地艺术家刘富宏老师 展出系列的海洋人文油画创作 开幕现场文化局长江廷梅 也邀请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一同欣赏 成功 这次有机会来这边展览 这一棟啊 中原祭 中原祭 中原祭我把 基隆所有的元素 都把它吊进来 从 中原祭的欢音 一直到 中原祭的 山上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琼琥塔 这一棟我们的 太阳下山 月亮刚出来 一个人还在钓鱼 那么 所谓的钓鱼的 岸边 或者其他的场景 都变成很现代的 手法 去另外的改造 那最主要是 我们后面有一大块的广场 这一块我们将来也会办市集 那我们目前规划 十月份也有一场 基隆在地的咖啡市集 那我们会办一个烘豆赛 办一个手冲赛 那中间我们也会办一个假日市集 对希望可以活络这个场域 然后我们附近的店家 咖啡店 美丽的景色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欣赏这样子 咖啡店导入新的复合经营模式 也将串联在地丰富的观光资源 和平岛公园 振兵鱼缸彩色屋 全台最美的热狗堡后车亭等景点 共同来活络振兵狼带的观光产业发展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为了让银法长者有更好的运动空间 金融市卫生局 为请德育护理健康学院 承办全市第三站的银法健康俱乐部 搭配专业的训练员 和全新的电脑科技系统 帮助银法长者正确安全的训练 全身的肌力降低肌手症 在专业训练员的指导下 阿公阿嬷正确安全使用 各项训练全身不同部位肌肉 以及肌力的健身器材 银法长者们都觉得很不错 身体比较好 平常是自己有在做运动 散步而已 一天走五公里 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要活就要动 每天都在动 要活就要动这句话 已经升职在上了年纪 银法长者的心中 基隆市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为了让银法长者 有更好的运动活动空间 基隆市卫生局委托 德育护理健康学院 承办全市第三站的银法健康俱乐部 正式启用 搭配专业的训练员和全新电脑科技系统 帮助银法长者们正确安全训练全身肌力 并且记录哪些部位的肌力 还需要再加强 降低肌少症预防跌倒的发生 还可以增加人际互动 让长者们更有活力更有尊严 银法健身俱乐部 就是让我们的脏辈可以在随着年纪的增长 肌肉不要减少 不要积少 肌肉量不要变少 肌肉的力气也要能够维持 肌力 肌耐力都可以透过我们 银法健身俱乐部的这些器材 还有我们的运动指导员的教练 让我们的肌力不减少 然后不要得到肌少症 不要衰落 不要跌倒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跟其他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做运动 然后在运动指导员老师专业的指导下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德语的站 他们除了设备对我们的长辈是安全的之外 他们也注重了个别化 他会依照每一个长辈运动的表现 然后去做调整 由设备来调整 也由这些运动指导员这些老师来调整 他们就可以安全的来训练 先前基隆市的银法俱乐部已经成立暖暖区 地内站以及中正区新峰站两站 第三站的中站区德育站设置 更好更完善 因此被市政府卫生局设定作为示范站 开幕典礼上包括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市议员宋伟丽 郑凯琳 秦珍 以及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昕 和德育护理健康学院院长翁敬平等人都亲自参加 更邀请来自全市各区的区长以及里长们前来观摩 我们九十一美国议员大力的计时相关的预算 然后在行政措施上面做好 跟各单位很想联系 让我们在不管老年生活的照应 还有精神层面的帮忙 在我们基隆市的各个社区 也要谢谢各位医长 社区医治长 跟大家共同的协助跟推动 让我们政策可以执行 让这个长早的政策可以持续的推动 可以帮助我们一个城市的造型发展 因为我们长辈如果比较健康 子女在外地工作就会放心 这是我们属于基隆卫星城市 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 依照中央的规划 以基隆市的人口数全市至少要成立 六个银法健身俱乐部 因此卫生局希望能够在各界帮忙下 在其他区寻找适合的室内空间 加速成立银法健身俱乐部其他三个站 让更多银法长者们享受健身运动 享受健康 记者胡俊松 基隆报导 在泰安地区享受田野跟做健康的夫妻 享受田园之乐 把清洗好当季现彩的绿竹笋 切块后倒入滚水中 再加入鸡肉鸡脚一起烹煮 准备熬煮出清甜的竹笋汤 这些竹笋都是来自大自然的礼物 为在七谷区的泰安地区 有着天然的风景和宁静的田野风光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在服务地方乡亲的行程中 造访一对年轻时从事建材业 已经交棒退休 在泰安地区利用家族土地享受田园 跟做健康的夫妻 你现在想要来竞递顺 做运动 运动啊 身体比较好 我身边找到什么乐趣 现在乐趣就是正材 正材 行就正材了 如果我们这家没多减半 多减半 好这顺 好好好 这样心情会比较好 对 身体也比较好 除了参观夫妻两个人 打造种瓜种菜的幸福农场之外 杨秀玉也实地体验跟做劳动的乐趣 帮忙采集夫妻两人 自行种植没有喷洒农药的地瓜叶 有土师有财 这都没有农药 大地 我叫大自然取之不尽 永之不尽 这都没有农药 这都没有农药 这个都没有农药的 杨秀玉大推七堵 泰安地区的好山好水 有田野风光 泰安瀑布 和江子鸟山 欢迎不管有没有退休的民众 都可以来这里走走看看 吸收芬多金享受田园之乐 秀玉今天忙你抽闲 来到我们泰安市民农场 那我阿姨都在这边种菜 享受田园之乐 人都是需要索压的 找出自己的兴趣 所以你觉得这个七堵好山好水 好山好水啊 其实七堵真的很不错 我希望说这个湘兴 都到七堵来走一走 七堵其实有很多的美好 包括我们的泰安瀑布 我们的市民农场 还有我们的江子寮山 包括我们七堵有名的这个 美食小街 还有我们最有名的这个 传统市场就是南兴市场 真的太多太多选择了 所以欢迎湘兴有空的话 藏到七堵来 最好是搬到七堵来住 我们七堵的社会住宅也 大概在两三年后就会好了 而且我们这里就像交通 非常地便捷 勞动后杨秀玉也品尝熬煮过后 清甜的竹笋汤 以及现彩汆烫的细嫩地瓜叶 对于这两种三爷美味 都赞不绝口 有一种只原生在此山中的原始快乐 季中 郡松 基督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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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嵌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限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权 鸡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